老杨到处说 给大家拜个早年 我们明天初一都不打烊 那么星期六星期天 还是照原来的规则休息 星期一照旧 那么明天和后天 我们会推出个独报的时间 如果有大的新闻 我们马上启动直播 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和互动 好 言归正传 拜登老一 快八十岁了 但是布林肯的中国团队 还很年轻 美国的对华鹰派的智库 在这年轻化 那么中国会怎么样来布阵 迎敌呢 这个话题有点意思 昨天我们说过了 美国前国务卿 舒尔治 一百岁 百年百岁高龄去世 那现在基辛格 也差不多是这个岁数了 九十多岁快一百岁的基辛格 和他们那一代人的 美国对华政策团队 其实也在逐渐的老去 包括瑞孝简之类的 洛德这些 北京要面对的美国对华政策 智库的团队正在进一步的年轻化 所以人们逐渐注意到 拜登即将可能到底在任内 要度过他的八十岁的生日 所以拜登老一 尚能犯否 可能还可以吃几碗饭 但是布林肯的 他国务卿的中国团队还很年轻 所以这两天海外的媒体陆续介绍了几个美国国务院 中国团队的年轻人 这些人呢 跟过去不太一样 他们不仅他们外国人 都不是余茂春 不仅通晓中文 而且曾经在中国工作和实习的经验 那跟特朗普时期的副国务卿 国家安全事务 副国务的那个博明一样 他们呢 有中国的亲身经历 但博明呢 当记者的时候呢 被那个朝阳记老大妈 跟派出的民警啊 按在厕所里干了一顿 所以他那个技衣忽心呢 当然也是有一些仇恨 当然也很 被揍了一顿 你说一点怨气都没有 是很难的 那么据说呢 这些年轻人 不同的这个成长经验 对中国还是充满了戒心 那么我们先介绍两个人吧 就是拜登团队 两名年轻的中国通 一个叫朱利安格维之 一个叫杜卢松 他们呢可能以后 就对美国未来的 对华政策会起到 推动性的作用 两个人不一样 都是自己懂了中文 懂了直接沟通 美国呢 布鲁金斯学会 还有一些政治网站呢 就提供了信息说 获得委任加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管中国克敌的杜卢松 在进入白宫之前 本来就是布鲁金斯学会 中国战略计划的主任 那么这位杜卢松呢 他长期研究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全球大战略 哦 中国共产党全球大战略 他希望他认为呢 中国希望美国的 亚洲的角色有所减少 美国的某些国际联盟中的 地位将有所减落 建议了美国应该重新加强 给亚洲地区来接触 2012年的杜卢松呢 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 布鲁金斯学会 富布奈特项目的一个成员 在云南待了一年 在这期间呢 游览了游历了喜马拉雅山 专门研究中国缅甸关系 中国巴基斯坦关系 中国印度关系和边界问题 对中国的南亚的扩张 有深刻的观察 所以他写过书 今年即将出版的书 叫长远的策略 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 对中国的过去30年中间的 三次外交战略转向 有一些研究和自己的心得 这些人呢 看来也不是呢 也不是一般的那种 就苏丹 他有中国的这个实际经验 另外一名呢 值得关注是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事务主任 叫格维之 那么自2018年 他走出校门的八年后 被视之为将来 可能对美国对华政策 会起到更进一步的 推动性的作用 对年轻人的推动 他的简历呢 显示 他在2009年 曾经到北京的财经杂志社 之夕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 胡书立的财经杂志 那这段经历呢 他就成为了 中国的实习生 而见证了第一线的中国记者 那跟中国的媒体记者的朋友 应该有一些关系 那么他出城呢 研究美中经济学校 往来历史的兴趣 2013年是从哈佛大学 拿到了学士学位 后来到了英国牛津大学 攻读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 短暂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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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巴马政府担任 能源部副部长的国际事务 特别顾问 2018年以罗德学者身份 获得了牛津大学 中国现代史博士的学位 用中文 在毕业论文他分析了 80年代中国的政治 跟经济改革 那么后来成为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历史跟公共政策研究员 以及哈佛大学 威舍海德国际事务中心的学者 到了2020年 他进入了外交关系协会 美国的担任中国研究的高级研究员 那么他在格伦比亚大学 也担任了中国与世界项目研究员和讲师 他在去年的年底 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 发表了文章 表达自己对中国问题的观点 他说美国需要做的 是要向中国证明 美国能够挥霍他的力量 和领导力的源泉 对美国的优先 那这位小朋友 从小就学中文 所以他的09年到胡舒立的 财经杂志的实习 这事情对他也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人看来也不简单 2017年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 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 中国的改革者 西方经济学家和全球中国的形成 今年还要出一本书 叫中国的重塑 中国形象的重新塑造 这位老兄 37岁 80后 他已经加入了美国的拜登团队 也就是说 拜登团队 这个事实上也不得了 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 80后 也是30多岁 她是担任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规划的高级顾问 就是取代余茂春的位置 这个女孩子也很不简单 叫米拉拉普湖珀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亚太安全项目前助理高级研究员 一下子就到了中央情报局CIA的 她是CSIS亚洲项目的研究员 和CSIS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 那么她有她的专长 研究专长 研究专长包括亚洲安全问题 威慑和战略和政策以及联盟政治 她曾经是外交关系文会的史坦顿和安全研究员 她有很多的学术著作 在政治科学纪刊安全研究和生存上 她的政策文章主要是发表在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的外交事务和华盛顿的纪刊 她的很多分析都被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 英国广播公司BPC的媒体引述和报道 这个人他在2016年希拉里的竞选团队 就已经是亚洲政策的协调员 他是个很有意思的 我认为他有史丹夫大学的历史学的学位和硕士学位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到了政治学的博士学位 就是拜登政府老同志 他80块80岁了 但是他的年轻化的团队已经在拒绝 当然还会有一些年轻的面孔陆续出现在公共的视线中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 美国对华政策制度的年轻化 并没有因为白宫一组政党轮替就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或者断层 我想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第二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既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但有可能由于人事更变 在运作和策略上会有些调整 也会有些变化 包括战略忍耐 一个老大忽然间跟老二人忍耐 忍耐到现在互相较劲 看看谁先打电话 这事情都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忍耐的问题 第三 拜登和布林肯的中国团队多半应该说是学有专精 术有专攻 而且多半通晓中文 这些位置上懂得中文 懂得用中国人的思维思考问题也非常重要 或者他们长期研究中国问题 或者他们在中国有工作实习旅行实地体验的经验 对中国各有自己的亲身感受 未必对中国怀有好感 但是对中国也有自己的这么一个人脉 或者熟悉程度 当然他们说对中国有戒心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这批年轻人和余茂春和博明和班农可能不太一样 不尽然完全都会走极端走偏锋 在处理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也许更原则性 更理性更冷静更抽离 但必须强调他基本的原则立场 不至于会出现像特朗普这样的机会主义的异变性 我想这一点也必须填出来 最后一点第四点 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四十多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中美两国的博弈在目前的展现已经是全方位了 彼此都是劲敌 都是激烈的竞争者 好了 美国已经的调整 他的人事 步骤 年轻化 那么北京的对华政策的 对美国政策的智库团队 这世代交替和年轻化 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也许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多半还是老面孔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